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一个社会议题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全国复联和全国老龄办等政府机构 共同发布了所谓的新版24校行动标准 那么内容包括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有关校径的规定 如福建福州就把校径父母纳入公务员的考核标准 北大校长的人选推荐标准要求孝顺 还有山西合金也把孝顺父母作为提干的标准 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管制家庭行为 孝顺这样的道德标准 是不是应该由政府来制定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看了这个24校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非常的详细内容 包括要经常带父母出门 要跟父母谈心 要跟父母什么举办生日宴会等等 看了这个代表你觉得美国人是不是很不孝 美国人多少人都做到这个 你也不能说不孝顺 就是方式也不太一样 同时的话我也承认 中国有很多美国人挺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个孝顿有时候就是那个老年人做独裁的一个好借口 过去是有这个过来的这些地方 可是中国人的那个尊重老年人 觉得他们是英雄的这个精神 是很值得美国人学习的 其实英文的这个孝顿 是个借用词 原来就是我们就是接触中国的一个文化 我们开始讲究这些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24条 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比较好的建议 就是政府应该不应该扮演这个角色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孩子们应该不应该扮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提出的建议也不错 也有知道我们尤其是美国考虑的地方 你也有 我觉得在中国 当你提倡什么的时候 就说明缺什么了 那现在这个中国的社会 为什么缺这个 因为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个一胎化持续了这么久以后 现在的年轻人他面对什么 两个人 夫妇两个人 他面对四个 两对夫妇的老人 对不对 父母 所以呢两个这个年轻人 要照顾四个老人 那有的时候是蛮压力是蛮大的 其实你四个老年人 住着交股那两个夫妇的孩子 整天 工作量也很大 是压力也很大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 这个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社会上这个孝道现在啊 这个可能真的不像过去 过去那么好 所以呢这个政府要出来提倡 我觉得孝道本身是个好的 中华民族的美德 这是个好事情 做子女的当然要孝敬父母 对不对 孝敬长辈 这个是应该的 要尊老 但是呢有的时候 你把它写成新二十四校 我看到内容了 我看到内容 第一个感觉就太俗气了 你本来一个非常好的美德 你把它这个画到那么细 你是不是说 这个带着这个父母去散步散多少步 也要规定呢 听他们要讲往事 就往事昨年以前 这个规定啊 因为太琐碎 太琐碎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小的笑话 就说这个有的 有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 中学生讲说你们回家要进校 比如说要去问问父母今天累不累啊 这个心情高不高兴啊 结果就有学生回去了 第二天就来给老师汇报 说效果很差 这个老师就问为什么 有一个学生说 我问我父亲父母累不累 今天好不好 结果父母就皱皱眉头说 要多少钱就说吧 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又汇报说 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结果他的父母就说 是不是今天成绩单又出来了 就说出来吧 所以这个就不符合中国的 就是说这个含蓄的话 我想补充一句就说 由政府出台这个东西啊 有点荒唐 因为这个好像是人治的一部分 以德治国的一部分 我们首先问一下这个政府 本身有没有德 你作为一个比较以腐败为本质的政府 你就说古人有句话嘛 说为贤为德可以服人 你现在这个政府就不贤不德 你怎么服人 你都不是太孝敬的话 我基本上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看到 这也是有两个所谓的政府机构 实际上是老龄办 还是全国互联 这基本上是一种流于形式的政府组织 另外有这个东西 我认为还是一个好事 因为尽管它的内容非常的繁琐 流于形式 但是他就提出有这种必要 大家都应该孝敬自己的父母 但是他举的这些个例子 我认为确实让人孤孝不得 他那个写的那个东西 对 对 关键是你要有这种孝心 比如讲 前几年我到北京去 在家饭馆里吃饭 那么爷爷奶奶跟着这个儿子儿媳 还有一个小宝贝在那吃饭 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 儿子和儿媳不断地给自己儿子碗里边 夹鱼夹肉夹菜 没有一个给父母的碗里边夹鱼夹肉夹菜的 那么这二十四孝里边是不是也显然 吃饭时别不要忘了给你的父母夹菜 但是这个不只是你说的太俗 可是也太幼稚了 我觉得 这个就是太幼稚了 那个你说那个政府不应该平台 就是不应该出台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就是凭什么 他们没有这个道德方面的这些权威 说服力 说服力没有 可是如果他们不说谁提 在今天的中国谁提这些声音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政府有些事情你可以做 你比如说你怎么去照顾老人 你怎么去这个在这个医疗照顾上 在他们这些退休金的这个发放上 在社会设施上 你从这些方面去照顾老人 用榜样的力量来让全社会 来关注这个问题 我觉得效果会 我觉得这个效果 他以后很多人也是批评 就是说政府其实对老人做的是非常不够的 对中国的老人 而且有很多的现实问题 比如讲这个年轻人居住在外地城市里 他怎么去一个周末带着父母出去散散心 这就很难却能做到 而且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效道的概念 也随着时代在变化 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不需要来规定 比如说中国古人的确是讲效 有相当的传统美德 但是中国的效道本身也有问题 比如说有个词叫养儿防老 这个词本身有问题 就是说把这个儿啊 儿女啊物化工具化 就是说生孩子的目的是为了来防老 实际上这个不对 为什么你一个新的生命 它有它自己的那个个性 有它自己的追求 有它自己的价值 为什么说是养儿防老呢 这个就是工具化了嘛 另外一点 现在我们有知道 中国的这个年轻夫妇 喜欢把孩子带孩子的字交给老人 这样也是一个利用 把老人当成一个工具 来这个为自己看孩子 我觉得美国 虽然没有孝道这两个字 但是美国有另外一种孝道 比如说子女成长了 能够独立生存 独立萌生 能够自立 然后互相有一个很尊敬的关系 我认为这个 他就认为儿女已经尽了孝道了 而美国的父母 老了之后并不愿意给孩子带来负担 觉得年轻人应该享受生活 今天是关键 原来问我是文化第一脚 那个美国人 我们就是看这个24条 我们会怎么看的呢 我们觉得自相矛盾 一面来讲 你说你是尊重老年人 同时的话 这24条让你把他们对待成孩子似的 好像不尊重他们的独立性 我天天都给我爸 我老爹打个电话说话 我肯定要经常跟他在一起 这个都做到的 可是如果我不尊重他 不尊重他的独立性 好像你是个有老年人吃的 你像个孩子我也要对待你 他就会觉得我侮辱他 好像这24条是有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三分钟 一分半钟时间 好 我来回说一下 中美两国在如何孝敬 自己的父母的问题上 都有自己的传统 自己的做法 但是我对美国 对西方这种孝敬的父母 也有一些不好的看法 我们前一天去澳大利亚一个朋友家里边去做客 很熟的朋友 我的两位老房东 一个是82岁 老爷子已经85岁了 每个星期五 也许是考虑我们当里做客 请他们的孩子都过来一起吃饭 到时候说七点钟来 七点钟准时来 不给父母带一些东西 然后不帮着母亲来做饭 一开始我太太也感觉奇怪 说我要不要帮忙 我说你去帮忙 然后他就去帮着上菜 然后帮着洗 老太太确实感觉到 我们临走时他说一句 跟我太太说 朱莉 说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这确实感觉到 你怎么尊重他的 他的独立性 尊重他的意愿 但是同时你也要去 替老人来着想 这也是 对 我承认 这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原来说 我们有机会上中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以后我们可以继续这个话题 特别讲中美这个价值观的差别 那么因为下面是胆无虚发 所以大家不要离开 下面是精彩的淡无虚发栏目 Harold记 chapम 请不吝点赞 锡物订阅 同性过程 然后宓人 choses 非常好 GNU 感谢 平台 있습니다 Easter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